原标题 一国北地相当于七个香港大小 至今仍在冒毒里 我们都知道在非洲有两个国家名字重名 都叫刚果 在两个刚果的海岸线之间 挤着另一个国家的小碑底 这就是安哥拉共和国的卡滨达省 图 安哥拉行政是意图安哥拉国土面积124.6万平方公里 比我国的西藏自治区大一点 卡滨达面积有7823平方公里 相当于七个香港的面积 本来 安哥拉和卡滨达没啥关系 但是还是被历史的红油席卷 造成了现今一个不撒手 一个愣要走的尴尬境地 1884年11月开始的柏林会议 展开了空前激烈的非洲争夺战 其中 法国和比利时将刚果瓜分了 一个称为法属刚果 即现在的刚果共和国 一个称为比属刚果 即现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 同位列强国家 法国和比利时考虑到葡萄牙也要分点儿 便在两个刚果的海岸线之间选了一小块 这就是现今的卡滨达 曾称为普属刚果 图 安哥拉地图 当时安哥拉和卡滨达没有什么关系 只是先后成为了葡萄牙的殖民地 一旦得到自由 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向左走 一个向右走 偶尔碰面点点头的邻居关系 但是到了1975年11月11日 被葡萄牙忍欺负了500年的安哥拉实现了独立 一时间有些兴奋 将目光描向的小卡滨达 派兵进入刚果的黑角港 从而控制没有防备的卡滨达 硬是将卡滨达拉来入伙 成为自己的一个省 对安哥拉的强拉 卡滨达又反感又委屈 不愿受到约束 便在金沙萨组成流浪政府 因为卡滨达共和国 可惜并没有得到承认 尽管如此 卡滨达依然怀着一颗自由的心 只要有机会就想离开安哥拉 但是安哥拉不傻 因为这位小弟实在是个聚宝盆 卡滨达省内不仅有咖啡 可可 油棕 橡胶 这大水果还有金矿 灵灰石矿等资源 就连当地特产的树皮都很有名 最重要的是小弟面积虽小 却拥有储量可观的近海石油 图 安哥拉国企版地形图有石油就意味着经济的繁荣 何况还是巨量的 安哥拉这个贫困国家是不会放手这个聚宝盆的 安哥拉称自己的国家石油储量有18亿多吨 其实此数据一大半是来自卡滨达省 由于安哥拉财政收入近一半来自卡滨达省 却很少给予合理回馈 卡滨达面对只吃不土的大哥很吃不爽 至今还在闹独立